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838集,三笋二节 又过了五年,当初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皇尊的赤蛮皇子 也被册封为王,离开了这十股皇城 死后十五年内,一个个皇子册封为王,一一离去 这三十年的时间中,如今唯一还在皇城内的就只有冀都一位皇子 这三十年内,冀都皇子很是安静 在那皇宫中没有与外界进行太多的接触 他的皇尊身份已经确定 他不需要再去暗中行事 他只要做好自己,就万无一失 三十年后,当除了他之外 所有皇子都册封为王离去时 整个十股一脉的族人,已然察觉到未来的皇尊属于谁 渐渐地,基督开始了接触十股一脉隐藏的属于历代皇尊的力量与权力 与其父皇在这余下的七十年中要慢慢地过渡交接 这是古族三脉,历代新皇交替前都需要去进行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呢,也是十股一脉最安静的时候 一切都在持续 基督依旧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习惯 他几乎每天清晨之时 第一件事情就是望着祖庙的方向,默默地看着 他不知道下一次看见义父会是什么时候 但他的这个习惯却是永久不变 很多后来跟随基督的族人都察觉到基督的这一习惯很是不解 即便是暗中打听,也没有丝毫的头绪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事成为了一个隐秘 除了这个习惯外,基督在这三十年中 他没有忘记当年亡灵的吩咐 他派遣了诸多的族人强者去往了黑石城 在那里默默地守护着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叫做宋志 一百多年来,宋志也不像是当年的样子 而是有了岁月的痕迹 他始终不知道,在这黑石城内 包括那位城主在内 还有诸多隐藏起来的强者 他们一生的使命是因为他而存在 岁月无痕 转眼又是二十年 在这距离王林踏入祖庙 已然第五十年的这一天 整个石谷一脉举办了一次大典 此大典并非嫉妒为皇之礼 而是他大婚之典 他选择了一个宋天的后人 一个叫做宋玉的女子为妻 这女子很受宋天逆眼 是其后人中不多的几个 可以亲自聆听他教会之字 这一次的大典举办了数月之久 期间呢 其余两族的族人与皇室都来临了不少 其中稻谷一脉 来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的相貌 若是王林看到 可以认出 与叶末很是相似 他是叶末的后人 在这场大典结束之后 当所有来临之人都陆续离开时 在那一天夜里 明月高挂 大地透出一片银色的夜晚 祭都带着琪琪 来到了那祖庙前 月光柔和 洒落在那古祖的雕像上 四周很是安静 祭都拉着琪琪的手 在这女子不解中 走向祖庙 在那祖庙的门前十丈外 祭都脚步停顿 他望着祖庙 神情露出恍惚 许久许久 他默默地跪在了那里 他身边的女子尽管不解 但却没有问询 而是与他一同 在那祖庙十丈外 跪了下来 宋月 我们拜的不是孤祖 祭都轻声开口 那女子一愣 我们拜的是我的义父 义父 那女子颇为差异 义父 祭都大婚 娶了宋尊的后人为妻 她以后将是十股一脉的皇后 今日我带她来此 拜见义父 祭都神色极为恭敬 这种恭敬是发自其内心的 透着真诚 她永远记得 自己如今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亡灵给予的 她永远记得 若没有亡灵 自己此生再没有成皇的一天 甚至身边的这个女子 也或许不是自己的妻子 而是属于赤门 义父 还有五十年 就是祭都为兴皇之时 海儿希望 在那一天 能看到义父 祭都喃喃 想着那祖庙一拜 其身边的女子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看向那祖庙的墓中 透出震惊 她隐隐想起 她宋家的老祖 宋尊 曾有一次 无意中提起了一件事 一个名字 当提起这个名字时 那宋天的神色 透出复杂与感慨 还有一丝敬佩 王 王孙 那女子轻声 既都没有开口 而是跪拜在那里 直至许久 方才起身 带着琪琪 默默地离去 但就在她走出 数十丈外的一瞬 一个声音 从那祖庙内 悠悠传出 你为兴皇之日 为父会去 基督身子一颤 猛地转身 看向那祖庙 脸上露出微笑 祖庙深处 王林盘西坐在那里 她的身体散发出腐朽的味道 更有大片的枯萎 整个人看起来如同枯骨残骸 但她的双眼 却是依旧明亮 古族三笋七节 当年我在洞府界 已成功渡过了二笋四节 更是将第三笋三节中的第一节也渡过 古族第三笋 第一节为古脉苍穹行 第二节为古道三分神 第三节 则是最后的一节 古族之刺 王林喃喃 看着前方 在她的前方啊 有一块石碑 那石碑上啊 刻着有关古族三笋七节的全部 许久 王林闭上双眼 她的脑海那样 再次回荡 当年她渡过了第三笋第一节 获得了一滴魂血后 那浮现的声音 我让这天塌 则天就会塌 我让这大地碎 则大地必须要碎 我让这众生亡 则无人敢不亡 我让这苍穹无仙 谁还敢存 我是古诞生在天地出现之前 存活在宇宙初开之前 可在我之前 还是有仙出现 仙欲奴我 那么这仙 就由我来毁灭 若我失败 则我之后人 世世代代与先为敌 世世代代 是让天下无仙 九滴魂血 送我三子 你等统领我古族万民 在九曲三项齐出之日 等待我的轮回 你等待我的传承者出现 王林盘西坐在那祖庙内 其肉身枯萎 看起来如同干尸 那一身白衣 此刻也松垮下来 好似披在身上一样 他的脑海内 不断地有这个声音浮现 回旋了整整五十年的岁月 在最初的时候 这声音若隐若现 如南尼一样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在王林的脑海中 这个声音越加强烈 四若咆哮 尤其是现在 仿若有人在他的耳边 不断地嘶吼 那嘶吼中 透出的逆天与不甘 让王林全身热血沸腾 熊熊燃烧起来 在他全身血液的燃烧中 他的身躯血肉 似乎无法承受 如被炼化一样 不断地枯萎 直至如今 若残骸般 但却没有丝毫虚弱的感觉 反倒隐隐似蕴含了一股 惊人的生机与力量 四若有一天 当王林的身躯 再次恢复如常 如他当初踏入着祖庙时一样的那一刻 他的肉身之力将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恐怖程度 古族三笋七节 那第三笋又三节 除了古脉苍穹血外 还有古道三分神 分化之下 可以让古族之人再度此节时获得古族之力的暴增 很多的古族三脉族人 只要具备了二十七星成圣 其一生中都经历过这三笋七节 尤其是那第三笋的最后两节 必须要在各族的祖庙内方可道来与度 但随着个体的不同 每个人获得的提升与造化都不一样 五十年的时间 王林始终潘息坐在那里 几乎一动不动 任由那耳边的声音不断的回旋 终于在那祭都皇子 在庙前一拜离去之后 王林感受到了体内 那三笋第二节 来临的迹象 那耳边的咆哮 越来越剧烈 身体内的血液沸腾燃烧更是汹汹 一股燥热之感 从他的体内慢慢爆发出来 弥漫他的全身 古道三分神 王林难难道 从此地那石碑上 他了解到 这所谓的古道三分神 并非是把其原尘分成三分 而是要进行三次分裂后的融合 每一次分裂都要承受莫大的痛苦 如同散弓一样 需要他以莫大的毅力 慢慢地将其融合在一起后 再进行第二次的分神 先每次融合后 他的原神与身躯将会突飞猛进一样 越加强悍 一旦三次全部结束 他将成功地度过这三损第二劫 此劫不会出现死亡 但其重点却是承受分裂的时间 时间越久 分裂的就越彻底 好处越大的同时 也需承受最大的痛苦 这种痛啊 常人无法承受 甚至就连皇族也都坚持不了多久 大都度此劫者 往往都不会等到完全分裂 而是在半途中选择融合 如此一来 获得的造化与提升就有了差异 在古道三分神中 随时可以选择融合 亡灵目光一闪 古往今来 倒是也不是没有那种具备大屹立者 可此劫 虽说不会出现死亡 但若是元神分裂的彻底 且完全厚 却是会让融合艰难的同时 出现无法融合的现象 如此一来 就会有死亡发生 不而即便是皇族 即便是具备了强悍毅力之人 也绝不会去这么选择 且即便是选择了 也往往是在第一次分神时 去赌一次 至于在第二次中啊 也拿命去赌的人 极为罕见 第三次仍旧去读者 更是绝少 且几乎全部死亡 传闻啊 无数万年来 唯有那先纲第一强 古道大天尊 在第三次中选择了完全分裂 其最终成功 与这三损第二劫相比 那所谓的第三劫 实际上已然不能称之为劫难 此为五祖之词 是当古族族人渡过了三损六劫后 获得了一次冥冥中的赏赐 或许是一丝记忆 或许是一种不全的神通 又或许是极为精纯的古祖之邪 更有那么一丝可能会是浑邪 只不过在这一丝可能也是传闻 大都是后人为了希望而杜撰罢了 据说就连古道大天尊 在那古祖之词中 也没有获得这传闻中的那一丝可能 只不过 据说古道大天尊获得之物极为不凡 但却无人知晓 到底是什么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